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在座的可能觉得 你讲这个都是老话题 我们今天好像是在讲这个 公民课一样 很多人生不知道的盲点 都在这里败掉了 怎么说呢 大家都有求学过程 求学过程都会经历很多的 都会受到很多的老师的教育 指导 这些都是有恩情的 那么你如果不懂得去尊敬 感念 纵使你这个学科学完毕业 学分也修到了 也拿到文凭了 但是你这个学历 带给你的福报 你可能得不到 这个就是认识 比如说你是当医生的 这个当医生你拿到医师的资格 已经拿到这个西医的资格 要职业的时候 没办法看患者 患者在他面前告诉他他什么病 他没办法看 就是这样只好去另外找工作 医师不能做了 我们在这个佛教 有一位叫做提婆大师 提婆大师又叫圣天 有人称他提婆菩萨或圣天菩萨 这位提婆大师 他是公元三世纪斯里兰卡的王子 他的有名的佛教的著述 叫中观四百论 这个人非常善于辩论 而且有勇有谋 他常常会去跟其他的外道 当时印度有很多的外道 去跟他挑战 那这个提婆大师 他的上师 就是佛教中观的祖师 可以说是八宗共主的龙树菩萨 这龙树就是他的上师 有一次的佛教有法难 就是这个寺庙 被当时的外道来辩论 在印度的时候辩论 你只要辩输 你的身家财产就是他的了 然后你要当他的徒弟 所以当这个外道来寺庙挑战的时候 这寺庙率众 这个住持率众 跟这个外道辩论 激辩的结果输了 输了 这个寺庙还有徒众都要归外道 那你就变成这个外道的仆人了 这样 所以他们就去跟龙树菩萨求救 龙树菩萨知道这个事 就派他的大弟子 提婆大师去 这叫六圣二庄严 他当时就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大师 这个提婆大师去的时候 他要先练习 他说上师这个跟外道辩论要怎么变的 他说好啊 那我跟你切磋练习一下 师徒之间就在那边 用各种的立体立宗 大家看过这个藏传佛教辩论 他们有很多特殊的知识 有的时候还要急掌 对不对 就是威吓别人 有的时候故意拿这个佛珠 在对方头顶上绕一绕 有的时候指着别人鼻子讲 有的时候忽然大声忽然小声 要企图 要让对方的这个思路会中断 然后就变书对方 但是他们师徒在演练切磋 怎么跟外道辩论 变得不相上下 龙树菩萨那是何许人也 那是再来人 提婆大师也是变才无碍 他觉得说我越变 越觉得我这个上师 他到底是不是外道的信徒 他怎么对外道的教理这么了解 这个心就有点松动了 结果在畸变的时候 这个提婆拿自己的鞋子 拿起来在他上师头顶上绕两圈 就做一些动作 让他的上师分析 他上师一看这样就停下来 好了 不要变了 就是做弟子的你敢跟上师 做学生的敢跟老师 做这种动作 冒犯老师 你不要变了 你会有魔障 龙树菩萨就跟他说 你会有魔障 我们这个提婆大师 在历史上又叫片木天 这个片木天 就是这个魔障给他造成的 怎么说呢 这个提婆要去找外道辩论的时候 在路上就遇到有一个魔王化身的人 在那边喊 说有没有人的眼睛要布施出来 一支就好了 我们快要病死了 需要眼睛来做药 特别有没有修大圣佛法的人的眼睛最好 这提婆是修大圣的行者 大圣的菩萨只要众生要求 他都要满他的愿的 他一听到 这好像是对冲着我来的 他就说你要眼睛是吗 那个魔就故意问他 你是修大圣佛法的人吗 他说我就是啊 他说太好了 请你布施一支眼睛吧 提婆就用手把他的眼睛扣一支出来 咬着牙忍痛鲜血直流 这个魔拿到了以后啊 说我要的是左眼啊 你这个眼睛这么臭 你应该不是修大圣佛法的吧 就把他的眼睛丢到火里烧掉了 这个提婆才知道我上当了 对方是魔来障碍我的了 所以他叫骗木天 他只有一个眼睛叫独眼提婆了 你看看 一个成就的菩萨 因为曾经不重师道 而遭感魔障 何况呢 我们是凡夫俗子 如果没有这种尊师重道的观念 会严重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福德 在印度 在印度 有一个修行人 他很敬仰某一位大师 这个大师他每天都在禅定当中 他找到一个方法 找人介绍一个空档去见这位大师 跪在这个大师面前 就喊了 大师大师 拜托拜托 我难得才见到你一面 请你传我一个咒语吧 我一生都会念诵他 这个大师禅定被他打脚 眼睛张开 出定了 对他吼一声 玛丽利扎 这样 他说谢谢大师 转头回家 他就每天在那边念玛丽利扎 玛丽利扎 结果念到附近的人有病 都来找他治病 甚至麻风病 他只要把手放在麻风病人身上 那个人慢慢就好起来了 远近迟迷 后来他才搞清楚 麻风病是什么 那个大师叫他滚开 但是由于他对这个老师 非常有恭敬心 滚开这句话 也变得很有力量 所以一个人要得到很多的福报受用 他要看他的心 我们心有没有在正确的定位上面 不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全巧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